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是Mao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 我们就说一下 这个乌克兰 好生气 乌克兰的大使 甚至叫一群人去道歉 咦 什么事啊 Bubble他们经常都叫人道歉 但是暂时我们未见到这群人道歉 原来就是这样的 法国电视台 RTL Fans 日前就播出一期 讽刺性的节目 当然了 他们 就播了一些音乐 音乐伴奏是什么 马戏团的伴奏音乐 主持人就说 乌克兰总统 扎连斯基的欧洲之行 咦 就将他被 形容成这个 扎连斯基 马戏团 欧洲巡演 喜感十足 其实 全场都是爆笑的 当然了 你糟糕了 政治不正确 大马sir刚才哗了声 就知道什么事了 是吧 当然 这些东西 西方 如果是笑中国的话 他们就说 好惨 笑一下你不行 你现在 是笑这个 当然你说 人家战争当中 其实你说这班人 是不是应该笑呢 我觉得 因为 你笑扎连斯基 没什么用的 因为他背后是乌克兰 的民众 乌克兰民众 是不是很惨呢 也是很惨的 是吧 我们就不会说 他是怎样怎样 实际上是很惨的 当然 这个举动 就激怒了 乌克兰 民主法大使 奥梅里琴科 他就在推特上 道歉 什么 就说 你们没有同情心 也没有责任心 我跟你说 其实法国媒体 他们这些东西 真的不理你 你记得 查理周刊 我们之前说的查理周刊 是 被一些极端分子搞 土耳其 他们是没有道歉的 是的 他们没有道歉的 我们当时很生气 查理周刊 是个万人离开人世 查理周刊 你这样报不行 这次 乌克兰大使 当然 查理周刊那件事 西方都没什么提 是只有我们提 乌克兰大使 就提出意义 就说 你不行 这期节目 其实就是来自 法国的喜剧演员 兼 一个叫上升 上下的东西 董督少这几个东西 就是叫做 罗伦特杰拉 这样的一期节目 其实这个人士 他经常模仿 法国 和世界各地的公众人物 尤其是政治家的声音 在节目当中 他经常表现到 一些很荒谬的言论 就是 营造 节目的效果 没错 就是这样 当然 有些人就经常说 你玻璃心 什么什么 如果 我们用同一把尺去量度 好吗 你也可以说 你们骂他的人都是玻璃心 其实我们 说回我们 我们觉得 笑人家战争当中 当然是不好 但是 要用同一把尺去量度 同一把尺去量度 我觉得 李笑泽尼斯基 本人 如果他不是乌克兰总统 而且不是 战争当中 就笑他一些古古怪怪的都没问题 但现在事实上是有点敏感的 这个事实来的 在这个节目当中 乌克兰总统 泽尼斯基 被人家笑 他 因为他 想着 在澳战争军事援助 当然 我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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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这个欧洲之行就被 调刊成为 扎尼斯基 马戏团欧洲 巡回演出 其实说真的 我们觉得他说话有时候 是好过的 还有没有什么感恩说话 现在好一些 但是你说他马戏团 事实上 又不是那么容易 令到别人接受 因为他 怎样好 他也是 为他国家去争取一些东西 战事的总统 当然有时候他说话我们是不同意的 你知道我和大马尔常批评他为你 其实令到其他 盟友都很困难的 因为你说到 说到那么不识感恩 记得当时 拜登也有个人说 你不要这样 我们很糟糕的 他和 这个 欧洲政界人物 被形容为支援乌克兰的 马戏团广告 这个说得有点大了 我觉得 一位参与 开玩笑的人士就说 扎连斯基 马戏团很快就来到你身边 就暗暗地讽刺扎连斯基发起的旋风式访问 三天里面其实都挺 厉害的 去了德国 法国 英国 意大利 这段的音乐 卦名马戏团当然有马戏团的音乐 令到现场的嘉宾笑得 人仰马翻 你说 节目效果行不行 是可以的 他想要的东西就是想着大家笑一笑 而这一幕 令到 法国的 乌克兰驻法大使就相当生怒了 其实 他就说 喂 你们不得体 是不是没有脑子 都是同一把尺 你说别人的时候 都请 这些 叫做 乌克兰外交官 都是要 就是 不讲 就是要 小心点说 你知道乌克兰外交官就非常 狠的 说话 他就要求 战狼 污式战狼 他就要求相关人员道歉 并且批评法国 节目主持人和制作人 在这段的 视频当中没有表现出同理心 也都没有责任心 就说 我要求你们 向乌克兰总统和人民道歉 他们 现在为自己和为你们的自由而战 为自己而战 我觉得是 但是为他们的自由而战 这句话就有少少是 说大了 当然 他是愤怒的 说大了 亦都为你 享受生活的权利而战 真心说 我军会不会攻到法国 我相信是不会的 有排都不会 有排都不会 当然 此时此刻 节目主持人和电视台 都没有做出回应 不过又很有趣 我又看到法国的媒体 没有什么 说他们的东西 法国的节目 当然 也有俄罗斯媒体报导 反而俄媒体大肆报导 这些内容 还有 他们都很过瘾 又是调刊 扎里斯基 你对喜剧演员出身 为什么放弃你的行家 但他现在不是 另外这期节目的笑话 不单止 是针对 乌克兰领导人 亦有很多西方政治人物 都是给他笑的 好像主持人 敦促 听众 要积极参加狂欢的节目活动 就说 扎里斯基马戏团 将会为大家献上 这个表演 好搞笑 他们就说扎里斯基 知道他像谁吗 不知道 就是说他像冯德来恩 留住胡桑的冯德来恩 不论我说真的冯德来恩也是一个演员 但是 我觉得又有些比喻不合当 扎里斯基是不是 他也是背着整个国家的 冯德来恩当然是一个正棍 在我看来 外形上 首先 没有冯德来恩 那么瘦 然后 如果要扮他 至低限度也先把银色假发 留胡桑的冯德来恩 然后 他们把拜登 比喻为 就是 行钢线的魔术师 不是吧 周应该行不到钢线 有时候 平时也有很多脱漏 跌来跌去 忍住 把他们的总统 他也说我们总统都有饥饿 他就说 拿着平底锅唱歌的法国总统 重头戏 不约 向 扎里斯基马戏团 提供 空中飞人 因为你知道 他的马戏团有些空中飞人表演 是不是 是的 所以呢 令到 乌克兰相当生怒 说起拜登拜登都是 麻烦的 但是 你说会不会 美国的债务上限解决不了我 我不信 每一次他们都做一场戏 最新说回美国的债务上限谈判 我们此时此刻在做节目的时候 未到他们谈判时间 他们说22号 但是美国时间和我们有时差 那么 麦卡锡 他刚刚亦都说 阿Joe 你不回来 就没得谈 他就说 拜登 回国之前 债务谈判都不会有进展 我一定要见到这些真人 他们有视频那里谈过 但是 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呢 实际上 是要面对面谈好一点 麦卡锡就说 目前 如果你不回来谈 我们就会威胁到全球的经济 实际上是 美国如果大事 我们西方国家都是大事 麦卡锡也说 就说白宫在预算谈判当中 你们开倒车 令到星期一 当然 他们就相信 美国股市应该 你再是这样 之前有些好消息就好一点 你知道如果差消息 他又会跌下去 麦卡锡就说 在总统回来之前 我们就不会推动任何谈判 你要面对面跟我谈 我才跟你谈 亦都是正常 如果 如果视频 和你又不是疫情 拜登也算是推了很多东西 你知道 他要跟太平洋 赌国人 要见面 结果都不去 亦都没有参加的 还没参加 他都说不能参加 谈判当中 他们就觉得 不行 你有没有搞错 Joe 我和你谈判 你要和我面对面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不谈 现在没有进展 都是你的错 都是骂拜登的 都正常 两党政治就是你骂我 我骂你 现在难听说 实际上你输了 无谓叫你输了众议院 不输也不行 实际上已经算是输小荡赢 这个红潮 没有红潮 没有红潮风 没有红潮的高峰 当然 他们这样搞 使全球都有经济衰退危险 任何关于债务上限的协议 其实 都需要几天时间 在国会两院 获得通过才行 之后拜登签署 即使 你最后的期限越来越近 老实说 投资者都害怕 你的市场很敏感 当然 麦卡锡说的东西很悲观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谈判的筹码 或者做些气氛出来 让你有压力 应该就是 他一定要说到大一大的 没错 好像自己 压着 拜登 那样 一定要跟我谈 而且拋了个售求给拜登 我不是说不跟你谈 你回来跟我面对面谈 白宫通讯主任 这个 Ben 他也说 重统 委派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谈判小组 就本着 诚意两个字 他就说你不跟他面对面谈就不是诚意 现在共和党人就将经济作为筹码 将我们 推向违约的边缘 这样就令到几百万人没工作 他们都说得很大 几百万人没工作 并且令到美国经历 这个 之后的衰退 都是你 当然 为什么大家那么害怕 因为 如果是这样谈的话 其实拜登就怕开了 先河 我相信大马sir也说过 其实他们都担心 如果什么都要谈的话 那缘乎有时间谈 将来他 他难理怎么办 一定难理的 如果越接近选举就一定会难理 如果不是怎么可以 占据舆论的上风 没错 之前我们说过 现在共和民主党党最大的区别就是缘乎 其他东西都没什么 抗中肯定是成事 跟台湾是眉来眼去都是成事 这个不用说了 最大的差别 就是缘乎 其实 现在的盟友都担心 如果拜登放软姿态 其他议题好像缘乎 又是这样 当然 缘乎的话 可能有些舆论压力给他们 他们不敢这么硬 其实 美国媒体给予论压力共和党也很大 还有是选举年 明年 如果不是选举 可能大家 算了 做一场戏 不用这么倒肉 现在他就是做 我最后觉得都是一场戏 但是 他都要做到倒肉 现在 当然民主党就说 你们共和党人 那份清单 是一份 极端 可怕的清单 根本是惩罚中产 以及是最贫穷的美国人 你听说中产 当然 最贫穷的美国人 因为这两个 阶层 最多票 选民 你们看着 你们觉得惨是他们 是共和党 令到我们倒退 其实我看到 乌克兰的英文媒体都很害怕 如果 所以拜登也不敢放软姿态 其实其他的盟友 我也有听大马尔直播 其他盟友都很害怕 如果 跟共和党 不敢跟他比赛时 那么硬 以后缓梧就麻烦了 一定的 肯定会一样东西都撿住你 原来你这样最害怕的 缓梧的时候 我们就懂得怎样玩 我相信最后会谈得成 但是中间那场大戏 应该还会玩多 6月1号 耶伦就说 就麻烦了 玩多一个星期 差不多了 美国时间 22号 可能就是 我们23号的 早上 应该会有些 明朗 或者开始谈 一个星期应该就好 因为 我当你谈谈 谈到30号 不行 几天还需要时间通过 应该都谈几天 谈几天 最后就 6月1号之前 应该就行的 我相信都是这样 因为每一次都是这样 不要相信 那些人说 因为有些人就说 这个国家不行 你说它是不是不行呢 那就未到 说真的 如果有些很极端 颜色的人 说他们 很窮 很不行 说真的 真的未到 如果你这样常骗人的话 那和 黄那些 又说什么 又说什么 完全撤出 这些 不关事 这个世界 一直都是 我永远都相信 这个世界 是 好像阴阳 阴阳的标志 始终有些是需要平衡的 当然 你说拜登 回去会怎样呢 其实他某个程度上 有个小让步 但是 会不会 之后 大家拉脚 应该有个大脚拉脚 麦卡锡也要跟 选民交代 现在 现在共和党 谁出选 未知道 但是 民主党已经知道 应该是 因为 我们之前讨论过 真的没有人 谁 何感礼 何感礼 很多人都很争论 不可以 Bernie Sanders 更加不可能 Joe 应该是 继续出来 他也宣布 继续进行选 选举 唯独共和党 依然 他们的候选人很多 有虾搞叔 之前还有印度裔人士 飞跃也有 我记得刚刚想说的 飞跃也有 川普说他会不会选不到 会不会是不能出选 未知 因为他们知道官司前身 特桑提斯 特桑提斯早前也到处活动 去英国 所以 现在共和党 肯定用这次大搞入祸 就会把选票 吸收回 让别人看到我们强硬 不用担心 我们价值 仍然 会守得住 但是 守得住 最后也是 看大家这场戏怎么做 我相信就是 好 多谢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